台北故宫博物院又叫中山博物院 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并称三大博物院 当时的南千文物共计有13000多箱 先去台湾有2000多箱 之后南京归还北京的有8000多箱 剩下2000多箱依旧在南京 如今南京正在筹建故宫南千文物博物馆 今天的主角正是带去台北博物院南千文物中最强的宝贝 这些南千文物大部分是来自紫禁城 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一园和国子坚等皇家旧藏的精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内除了南千文物 还有购买的、日本归还的、各界捐赠的 总共近70万件 在网络上有着各个版本的七大八大十大正馆之宝 这里即将介绍的12件正馆之宝 兼顾大众喜好和学术排名 大家肯定都听过或见过 相信博物院哪天要真出个官方排名 他们肯定都在里面 顺带一提 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列出的典藏精选 其实一共有248件 后面几期会做一个大放送 以纯观赏认知的角度 用编年的形式加持4K画质 将这248件宝贝全部呈现给大家 因为这248件宝贝就算你去了现场 也基本看不到 只有少部分的典藏精选是按三个月进行轮展的 其他大量的典藏几乎从不展出 毛宫顶、西周 顶这种正国之物 只要被发现都会有一段坎坷的奔波式 1843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在耕地时发现 没多久就由古董商人闻讯赶来 花了三百两白银直接买走 就在商人得意的准备离开村子时 被其他村民拦住收取买路钱 商人震怒直接贿赂县令 县令抓了村民 商人才成功逃离现场 1852年 古顶来到陕西古董大哈苏氏兄弟手中 后来苏氏兄弟以一千两白银卖给了他们的好友陈介奇 当时清朝的法律表示 凡是秦汉以上的文物均为国家所有 所以陈介奇一直装上 其实自己偷偷地在家里研究 毛宫顶是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 因刻有毛宫而得名 上面有357字名文 完整地记录了一个西州时期的故事 关键这些名文属于经文书法 是我国造字时代的经典范本 因此毛宫顶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1882年陈介奇去世 他的儿子陈厚兹得到了毛宫顶 陈厚兹又传给他的儿子陈孝生 陈孝生和爸爸爷爷不一样 天天对外炫耀 很快两江总督端方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知道陈孝生喜欢钱 直接给了他一万两白银 买走大顶 没过多久 端方便死在四川 之后毛宫顶被抵押给了天津的一家俄国银行 后来又卖给了苏晚一带的一位股东商人 1920年 这位股东商人以5万元的价格 准备卖给美国人 当时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公措 为了避免国保流失 出资提前买下了大顶 抗战爆发后 日军疯狂的寻找毛宫顶 他们找到了叶公措的侄子叶公超 言行逼供下 叶公超坚决只说三个字 不知道 叶公措得知侄子被捕后 做了一件假毛宫顶换回侄子 当时的日军除了找毛宫顶 也在找大鱼顶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中华大地的正国宝物 1941年 叶公措把毛宫顶卖给了上海实业家陈永仁 陈永仁一直藏到抗战胜利 1946年 陈永仁将毛宫顶捐献给了国民政府后 大顶便收藏在如今的南京博物院 1948年 毛宫顶随着国民政府跨越海峡来到了台湾 毛宫顶 大鱼顶 以及大克顶 可以算得上是亲兄弟 毛宫顶出土自陕西祁山县 大鱼顶也是来自祁山县 大克顶 则是来自祁山县旁边的福丰县 都为西州故土 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海内三宝 如今这三件一件在台湾 一件在北京 还有一件在上海 散世盘 西州 清朝乾隆年间出土于如今的宝鸡市凤祥区 这件可是西州立王时期的史诗级青铜器 出土后一直藏于民间 并被多次转手 在民间一直有赝品 所以那个年代的有钱人都格外小心 因为这件史诗级国宝 一旦看走眼便会倾家荡产 1810年 江南盐运使阿灵宝 从盐老板处买来散世盘 敬献给嘉庆皇帝做寿礼 皇帝开开心心的赏赐了他 两江总督的官位 嘉庆皇帝不像乾隆皇帝 极其痴迷和喜欢盘弄这些东西 所以散世盘历经六朝一直藏在宫中 导致后来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传出散世盘在大火中被烧毁 1924年 六府竟然在阳心殿内发现了散世盘 1949年 散世盘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散世盘上共有明文357字 记载了西周时期散世两个国家 因土地纠纷炒架的事迹 这些字体和传统的字体不一样 怎么看都特别的可爱有趣 大家有兴趣可以练习一下 以后写字就这么玩 快雪十行天东晋 山东灵异人王羲之所作 某一年冬天大雪过后天色放行 王羲之本人心情瞬间格外舒畅 于是便离家人写了一张便条 而这张便条就是快雪十行天 虽然上面只有28个字 但是这28个字写的神采飞扬 毕竟是王羲之 随便写啥肯定都好 所以快雪十行天被誉为天下第一书法 其实这件快雪十行天并非真迹 是唐人用勾填法制作的魔本 虽然不是真迹 但好歹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乾隆得到后疯狂的在上面提字 剑缝插针的在上面提了70多次 轻灭完后 溥仪曾准备把快雪十行天 抵押给美国的花旗银行换点钱花花 结果没想到冯玉祥政变 没收了宫中全部财产 溥仪准备出宫的时候 又偷偷把快雪十行天藏在内衣里 结果被门卫搜了出来 张作霖当时也非常想得到快雪十行天 如果当时真被他得到 那这件国宝可能就烟消隐散了 快雪十行天、中秋天以及博远天 曾被乾隆藏在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 并取名叫做三溪唐 经常一个人躲在里面偷着乐 继执文稿唐代 山东灵异人颜真卿的作品 当时安史之乱爆发 他的侄子继敏被安乐山所残杀 严氏一门被杀有30多客 758年 颜真卿托人找到他侄子的头骨 当看到头骨的那一刻 他的情绪悲愤难以平静到达极点 提笔怒写下这篇继文草稿 你看到紫贴上有很多的涂抹 都是一气呵成 颜真卿去世后 纪质文稿曾被藏于北宋内府 或又被袁明清各界名人收藏 直到被送入清宫藏于内府里 所以纪质文稿上有着历代收藏家的印章和拔纹 乾隆当然就不用说了 纪质文稿近300字 却只用了7次胶末 他的每一次胶末字迹越写越长 造成枯笔图改也就越多 以至于到了复献子死朝清卵妇之后 他连续写下了接近6行 可以看出这是他悲痛的心情几乎已经到达极点 如今的书法家写字要考虑布局 考虑笔法 最终是如何摆拍出最棒的姿势 获得一张照片 而真正的书法家绝不会考虑别人的目光 纪质文稿完全超出正常人对书法的认知 整篇几乎毫无章法 却又气势磅礴 所以有着天下第二行书的称号 而天下第一行书的蓝亭序更是王羲之在醉酒之后写出来的 黄州韩石帖宋代 四川眉山人苏氏所作 上面那件天下第二 苏氏这件天下第三 苏氏的一生不是在被贬之中 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1080年苏氏因被文字于乌台时案所牵连 被贬到黄州就是如今的湖北黄岗出差时写下的 仔细看韩石帖 就能发现苏氏刚开始写的时候 心情还可以 因为字体平缓而端正 反正也被贬习惯了 但是越写越不爽 加上韩石节触景深情 感情如同火山喷发 用笔极具变化 字越写越大 最后又回归平缓 苏氏通过书法把自己细腻的感情全部表达了出来 这件天下第三行书曾经几次差点被烧毁 所以堪称神又宝贴 宝贴晚清时期藏于圆明园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韩石帖安然无恙但是流落民间 后被广东的冯展云收藏 就在他手中 韩石帖又经历了一次火灾 凭借着韩石帖自身的神力 只有纸下边轻微的烧痕 之后韩石帖又几星辗转来到了闫云博的手中 1922年闫云博前往日本东京 竟然把他卖给了日本人橘池新唐 1923年日本爆发东京大地震 橘池新唐家中自画几乎全被烧毁 橘池新唐顶着烈火将韩石帖救了出来 1942年美军疯狂轰炸日本 韩石帖在战火亨飞中安然无恙 二战结束后张大千想以3000美元的价格收购 但是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 抢先一步横刀夺爱 1984年韩石帖最终以1000万新唐币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目前天下第二第三行书都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天下第一行书的蓝亭旭 因为在唐代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的真迹 最有可能是在武则天的潜林内 这个坑之前就挖过 后面只能慢慢的补了 江行出血图五代 江苏南京人赵甘所绘 这幅画被宋元明清各朝大人先后收藏 所以上面有着各个帝王和名家的印章和拔纹 这幅画为什么会是镇馆之宝最大的原因 是在画的最右端有着江行出血画院学生赵甘状的提款 提款人正是南唐后主李玉 赵甘是五代南唐时期 由李玉选拔进入南唐画院的超级画师 江行出血图是一幅山水人物长卷 描绘了江岸边衣不避体的穷苦百姓 在初冬时缩尖弓背南迪寒风 却又不得不以捕鱼为生的场景 以及岸上的行人顶着风雪前进的凄苦景象 这一反弘扬世外桃源的传统画法 将写实主义与山水画进行融合 可以说是山水画上极其罕见的作品 所以为镇馆之宝 西山行旅图北宋 陕西同川人放宽所绘 西山行旅图最大的妙处 便是整张水墨二维空间内画出了时间的元素 让看似静止的画面有一种奇妙的动态感 此画曾经被深藏于北宋皇宫 后来精兵南下北宋灭王 西山行旅图流入民间 明初时此画来到宫中 后又流入民间 被董奇昌所得 画的右上角就由董奇昌所提的 北宋范忠丽西山行旅图十个字 清初时被梁清彪所得 随后来到了乾隆皇帝的手中 乾隆顺理成章的在上面盖上了自己的收藏大印 最后也就来到了台北博物院 西山行旅图中最有趣的便是范宽 把自己的签名悄悄的藏在右下角的树丛中 这个签名直到1958年时才被发现 不过西山行旅图其实一直存在很多的疑点 很多的考证都表示这幅画极有可能为赝品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富春山居图原代黄公旺所会 黄公旺原名陆坚 自称浙江平阳人 其实应该是江苏常属人 可能是他太喜欢浙江的山水了吧 黄公旺曾一度入狱 后又加入全真教修仙 50岁之前一世无神 80岁成为一代宗师 富春山居图为什么是镇馆之宝 因为这件作品就是传统水墨山水化的最高境界 还有一点和自带神佑属性的黄州寒时天不一样 富春山居图是自带诅咒属性的 可以算是中国最邪门的一幅画 拥有它的人要么病危要么破产 富春山居图甚至还藏有神秘的风水学密码 1650点的时候被丢入火盆用来殉葬 还好被揪出 从此一分为傲成为圣山图和无用诗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便是无用诗卷 圣山图则是在浙江省博物馆 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可以回看之前的浙江省博物馆正馆之宝篇章 里面有专门的介绍 汝瑶天青无闻水仙盆与汝瑶莲花式晚 北宋 单独介绍之前得先科普一下汝瑶 宋词宇宙第一而汝瑶为魁 这个关于各大瑶系以及五大名瑶 以后会在新手村系列给大家做介绍 汝瑶最大的特点第一就是右色 介于蓝绿之间就像雨过天晴乌云散开 天空刚刚露出的那一抹蓝色 第二个特点便是在烧制的过程中 由于胎体与右面膨胀度的不同 汝瑶会形成开片 而汝瑶宇宙还有大量的玛瑙结晶 如果你用放大镜来看 会看到一个犹如繁星闪耀的世界 再加上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的痴迷 汝瑶直接从民谣起飞到了宇宙级的地位 然而仅过了二十来年 宋徽宗和儿子就被精兵抓走了 汝瑶记忆从此失传 汝瑶起初被认为是在河南的陵汝县 但却一直没有找到遗址 直到20世纪70年代 在平顶山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瑶的遗址 在地球上 汝瑶目前已知仅存65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21件 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 上海博物馆8件 大英博物馆7件 其他则散落在日本和美国 所以谁家博物馆能有一件汝瑶 那你看到的肯定是复制品 当然现在在魔宝天青色的开片汝瑶 那是有一大堆 可以随便买一件来骗骗你的盆硬 这件汝瑶水仙盆 结构简单 端庄典雅 最独特的是 这件水仙盆在烧制的过程中 很降的完全不肯开裂 成了现在的模样 所以当时在轻弓藏品中 属于小渣渣系列 被太监当成了猫粮盆 有一天乾隆翻猫牌遛猫的时候 一不留神看到了这个猫粮盆 从此 这件不肯开裂的汝瑶水仙盆 成为宇宙第一 当然乾隆便开心的 把这件事记录在水仙盆的底部 目前发现的所有汝池中 没有开片的只有它 所以堪称宇宙级孤品 无价之宝 汝瑶水仙盆 目前总共有六件 四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件在日本大阪市立 东阳陶瓷美术馆 一件在吉林省博物院 北宋汝瑶的另外一件宇宙代表 莲花式碗 此碗犹如半开的莲花 腹部为圆弧状 底部平底 右色青蓝 全气满右 工家们甚至为圈足底部 也上了右 底部的这五个印记 是烧瓷的支钉被搬下后留下的痕迹 为什么会是鞋的呢? 肯定是工家们在追求旗帜的过程中 结果手一抖造成的吧 汝瑶 完整的咱们就不说了 哪怕你捡到的只是汝瑶的一小块碎瓷片 你就可以实现至少一年的财务自由了 曾经有一箱218片的北宋汝瑶碎瓷片 在澳门拍出了2875万元 等最近台北故宫系列做完 我就要去捡瓷片了 翠玉白菜清代 这棵以假乱争的白菜 其实都不用多介绍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洁白的菜参 翠绿的叶子 以及停留在菜叶上的两只昆虫 要是给了韩国人 他们肯定会拿去做顶级泡菜 这间翠玉白菜原先是在紫禁城里的永和宫内 永和宫是光绪妃子景妃的寝宫 相传这是景妃的一件嫁妆 因此有人推测翠玉白菜象征清白 白菜又显应百才 并且两只昆虫分别是中丝 就是锅果 还有蝗虫 寓意为多子多孙 这个早在《诗经》中就有描述 翠玉白菜可以入选镇馆之宝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民众中的知名度最高 2002年台北故宫曾办过网络选票 结果第一名就是翠玉白菜 毛宫顶和散事盘甚至都没有入眉 所以翠玉白菜的掌柜前几乎永远排出场队 翠玉白菜其实在天津博物馆也有一件 俗称冻白菜 不过在《爱乐宣比记》中有记载 慈禧太后的随葬品中更有两颗超级翠玉白菜 不但比这颗更大色泽更好 菜叶子上更叼着正翅高飞的锅果 还有红白相间的蜜蜂 可惜慈禧墓被孙殿英给炸了 以致这两颗超级翠玉白菜流落名间不知所踪 东坡肉形石 清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美食为玉的说法 最著名的便是这间东坡肉形石 东坡肉形石来自内蒙古的阿拉扇左旗 康熙年间由阿拉扇王府供入清宫 去过内蒙戈壁的朋友如果你经常低头 会发现遍地都是奇奇怪怪的石头 这件遗甲乱争的肉石 看久了甚至都可以闻到香味 这件东坡肉骑石还有一块兄弟 是阿拉扇王府管家的后人流出 名为红烧肉石 现被一位长沙人密残了 在我国价值最高的四大骑石 分别是东坡肉 中华神鹰 岁月 小鸡出壳 所以不管什么材质的石头 只要你长得够有味 就会成为有价值宝 2015年 贵州平堂县 崖州镇就有村民捡到三块五花腊肉石 一共卖了近200万元 仔细了解完台北故宫的这12件宝贝后 相信大家在逛博物馆这项技能上 应该连升好几级 其实大众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正管三宝的 毛宫顶 翠玉白菜和东坡肉石认知最大 这套白菜炖肉组合其实就是民间旅游业做出来的一个噱头 毕竟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就是爱吃嘛 说到吃完立马就能记住 东坡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只是清代的工艺品 属于珍宝级文物 翠玉白菜上的蟋蟀还缺了一条腿 是后人无意碰掉的 突然出现在清宫深院的肉形石 在当时肯定是宫内热门的八卦话题 居然还有肉能变成石头 而这样的石头在民间估计早就见怪不怪了 台北故宫的文物最珍贵的也并非青铜器 因为当年搬的时候好的东西实在太重了 所以仍然在北京 台北故宫真正的硬货是书画和乳窑 这些才是货真价式的西式珍宝 中国历史图《赅宝山剑带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